接着新闻镜头带一道热水乡来关心地方的交通建设 热水乡市郊部落包括秀山桥及道路为部落族人 警除市区的主要道路 不过年久失修 部落老弱妇孺交通环境的安全堪利 而两年多来 捷径乡代表林玉芬、钟明秋等提案争取 今年度终于获得了原民会部落移居计划的支持 将全面协助改善 建构一个安全移居的部落环境 争取两年多终于获得原民会的支持 向代表林玉芬、钟明秋欢喜之余 也一步一驱地跟着商工所建设客 逐一会刊再确认 希望能够尽快建构部落社区一个安全移居的环境 我们把它拿掉 这个尝掉之后 增缩缝拿起来再放下去的高度 肯定不会跟这一样比 我们去买那个增缩缝 因为这个有点 这个真的要讨论一下 连结五鹤山各部落以及瑞美社区交通的秀山桥年久失修 桥梁护栏路面伸缩缝都已毁损不堪 向代表林玉芬特别要求工程施作时要特别注意加强 另外争对了其他五个工区路段道路平整改善 乡民代表钟明秋也紧定不放 和乡公所建设科技室讨论交换意见 事前准备工作做足 后续工程才能够更贴近民总需求 那这次我们的提案是一共有十几个工区 就是对部落的一些这个道路的整个设施 有的道路比较不平整的地方 我们都有重新再来铺设 那主要是秀山桥 我们希望在这次争取到经费之后 希望未来我们还有剩余还没有核准的部分 我们能够再来继续争取 等了两年多 今年度渴望将市郊外的社区部落 进出市区的主要道路与桥梁的交通安全品质 全面改善与提升 相代表林玉芬、庄明秋特别感谢乡公所 尤其借着圆明会部落移居计划 将近600万元的经费 打造部落社区一个安全的交通生活环境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